这最重要的是 在花影山林中啊 你骗过我一次 就不可能再有下一次 唐天师 您看 您对我有成见吗 我方才明明是在行侠仗义 真的 我从那个地痞流氓的手中 把那个老奶奶解救出来了 我做好事要被抓吗 再说了 你说这三界四海当中 我们两个能遇到两次 那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你说对不对 非常对 说得没错 不过呢 就是猫猪耗子的缘分 死桌药师 就凭你这点本事 你最好 不要白费力气 对 我是没本事 你要打就打 要杀就杀 你把我关在这儿 算什么英雄好汉啊 你们猪耀师 就这么点本事吗 讲不讲道理啊 道理 道理是和人讲的 哎 哎 别别别别 别把我关在里面啊 不是你这是真是的 我错了还不行吗 我错了 我错了 庞天师 我不过就是一朵可爱的小莲花 无辜又无害的 您说您拿这个法器对付我多浪费啊 我还占地儿 万一年以后遇到恶妖的话 您都没点收它了 对吧 方便 我方便得很 等我把你炼成丹药之后 其他的药自然能住进来了 你放心 我很有经验的 会让你死得很安详 别人你就算了 他和我结过梁子 我会真的弄死我吧 方才一路只顾逃跑 没留下记号 云墨指望不上了 只能靠自己了 现在终于知道人善被人欺 老鼠遇到猫是什么感觉了 这种深陷淋雨 举目无一的戏本 我终于知道怎么写了 可是就不知道 以后有没有机会了 请不吝点赞来 请不吝点赞来